一名男子经过车辆又转回来到车辆旁边 再趴下来放物品在车底后又转身离开 看起来非常奇怪 不久后车主发现他停在路边的车子 轮胎和马路中间被放了螺丝钉 若车子移动轮胎就会被刺破 相当危险 不过男子在放钉子时也触发了车子的哨兵模式 将完整翻过程都拍了下来 车主事后查看画面才发现这名男子 疑似从腰带上的包包掏出钉子 并趴到车底放置钉子后离开 男子会做出放钉子的举动 疑似是不满这辆车挡路 车主发现后立刻报警 并将影片po上网 而网友们看到影片纷纷留言讨论 这名男子也太无聊了 车主有没有得罪附近住户 或是接近车主报警后 也要通报李林长 多加保护社区的安全 东云新闻人综合报道